第九屆世界城市高峰會 二號在新加坡舉行 一百多國代表齊聚 針對今年主題 移居和永續城市的議題 進行交流 金融市副市長邱佩玲 新日率領產發處長林頂超 科長蔡富妮出席高峰會 會中和各國代表加強交流 還親自邀請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 李志森參加基隆中元祭慶典 我們要出席的 都是泡湖台灣 我們要出席的 台北 台北 基隆 台北 台北 對 你們有新過嗎 有新過嗎 有新過你有 歡迎 你們的中元祭馬上就要到 歡迎過來 中元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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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場世界高峰會 總之有來自全球一百多國 多個國家派出代表出席 包括台北市 新北市等六都都派員出席 而基隆市也是今年 唯一非直轄市受邀的城市 副市長邱佩玲在會場中 以基隆城市為例 大力分享城市發展 和海洋之間共生的關係 與各國代表加強交流 的確是第一次在六都之外 我們是唯一的一個 那當然跟六都有交流 也聽了很多城市的想法 今天我們最主要的事實 來不及發言 包括我們帶來我們的 產發處做的 跟關銷處做的小車子 包括很多宣傳 文化跟我們所有海域的活動 希望很多人了解我們 可以來基隆一起玩 2022世世界城市高峰會 基隆市不缺席 組團前往參加 副市長邱佩玲化身成為基隆大使 為基隆城市大力行銷 做好國民外交之外 更讓世界看到台灣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